哈喽,大家好,我是阿姐 今天用这块牛肉分享个小炒牛肉的做法 牛肉先切成厚片 放入碗中 这里告诉大家快速去水水的小妙招 需要用的是糖米水 这样去水水会比较快 再加一勺食用盐 拌匀一下,给它静置10分钟 10分钟后,水水已经泡出来了 把牛肉拿出来,再用牛水清洗一下 控干水分后切成薄片 装入大碗中 加入生抽10克 老抽5克 蚝油5克 适量的盐 再加入10克的食用油 不需要放太多种调料 搅拌蒸人后腌制30分钟 腌牛肉的时间,准备一点配料 一把仔洗干净的小芹菜切成蛋 盐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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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热后 倒入盐料 盐料 不要炒太久 炒至牛肉变色就可以了 盐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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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搅拌 再拌换 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倒入大蒜和生姜 红椒川香 盐料 搅拌rid 翻拌一下 加入一小瓶盖高度白酒 再把切好的芹菜夹进来 翻炒一分钟 最后再放半勺鸡精 再次翻炒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香喷喷的小炒牛肉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牛肉 肉质非常的鲜嫩 一点也不柴 而且特别的香 家里来客了炒上这么一碗 真的很不错 喜欢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